Hello,大家好 兩天前很多朋友看了英國品牌Firmidator的 向下360度旋轉天花風扇燈的影片介紹 WhatsApp 我的同事希望說一下如何拆開風扇葉清潔 以及清楚地示範一下遙控如何操作 最好當然要試封力,這樣就更加好了 為了答謝各位朋友收看TYLighting的YouTube Channel的影片介紹 我今天第一時間當然要做好以上各位朋友的要求 事不宜遲,馬上試試如何拆開風扇葉來做清潔 讓我先移開這些道具 這些道具有什麼用?回頭你就知道 第一件事,就要關掉家裡的長壁按鈕 記住是長壁的按鈕,不是用遙控去關掉 100%確保產品處於斷電的狀態 確保不會因為未關掉按鈕發生電力以外 亦都確保不會因為有其他人用遙控開風扇 而令到清潔風扇的人受傷 當然整個過程中,我都建議是需要兩個人去做 避免當發生意外的時候,有其他人可以即時幫到你 好了,現在馬上試試,先關掉長壁的按鈕 關掉,關掉,關掉,關掉 關掉了按鈕之後,很簡單,就是扶著這個風扇葉這個位 然後中間這個螺絲就向... 順時深方向扭 記住是順時深方向 扭了之後,另一隻手是需要抓緊的扇葉 之後就可以把風扇葉拆下來 然後做清潔 留意一下,凡是這些風扇葉裡面有一個扇子 記得裝的時候,這個扇子 是要跟風扇馬達上的轉軸的中間這個扇子 要匹配的 這裡有一條橫的金屬仔 這裡 放大給大家看看 就是在這個位置 清潔好之後 這個是一個半透明磨砂 它本身是暗性很高的 不經過撞擊也不會爛的 好了,我們現在怎樣把風扇葉裝上去呢 第一 要先找對位置 進去 確保進去 確保進去 其實在後面是看得到有沒有進去 那凡是這個葉子上面有兩顆膠戒指 這兩顆膠戒指 記得要裝上去 是用來做射力用的 然後這個膠托 就用回什麼方向 是逆時深方向 扭回它 慢慢進去 進去之後 用很輕的可以 彈到進去 這樣才叫做順入 如果硬硬要扭進去 那些就入錯了 就不要繼續扭下去了 當你扭緊了之後 扭緊了之後 之後 拿著這個左 這個左 給多一點點力 頂手就收手了 不要一直扭下去 這樣就會扭爆啞 平常這支木式的方法 完全一樣 試給大家看 快速的 拿著這個風扇托 然後順時深方向扭 整個過程要扶著葉子 這個托就脫下來了 風扇椅我不拆下來了 現在試試怎麼裝上去 對剛好位置 要逆時針轉才是扭緊的 這個正翼方向的概念 一定要清楚 做之前想清楚才做 一路做一路扭 會扭得很緊 好了 托著托 逆時針 又是這樣彈進去 拿著托 給一下力 給多一下力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講完怎樣拆下風扇葉來做清潔 現在就是試風力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的道具 將它放在這裡 這個道具膠袋 和這個道具膠袋 其實現在 和風扇葉的距離分別是多少呢 這個是1米 就是從這一點 去到風扇葉 出風這裡是1米距離 而這個就是1.5米 為什麼用1米或者1.5米做這個單位呢 稍後看完影片就知道了 先量度下距離給各位看看 這把一尺 風扇葉 從這裡 量度出來 剛剛好 就是1米 這個就是1.5米 剛剛我量度過的了 現在我們試一下遙控的操作方法 這個遙控 這個就是它的原裝遙控 就是白色這一部 我現在先試白色這一部 一打開牆壁 就是 遙控呢 現在是靜止 燈就開了 我們現在試一下怎麼控制它 試給大家看 加 現在是最大風 不過等多15秒左右 大家看到它的膠袋動了 在這個狀態之下 這個風扇的風現在是向斜上面吹的 因為它是360度轉 現在我將燈關掉它 試一下它360度轉的效果是怎樣 我現在將燈關掉它 關掉燈 這樣就會更清楚了 我現在用這個遙控 將它調到旋轉的狀態 這一顆就是 這一顆 它開始轉了 我們看看膠袋有什麼效果 這個開始動了 這個是距離風扇是1.5米 這個是距離1米 其實在現在的鏡頭後面 那裡2米距離 我都還有一個膠袋 也是在動的 現在這個環境大約是50分貝 我測試了現在它的分貝 是48分貝 看看膠袋 就是說它的風向 本身不一定是向下的 它是360度 大概有40度這樣的角度 吹出來 去到周圍整個環境 因為使用了它 整個環境的circulation 和風力都會感受得到 現在我試到旁邊木的 看看它的效果 開兩支會有什麼效果 開牆壁燈 馬上開了燈 這兩個遙控的外觀是一樣的 但留意 它們是不會互相干擾 因為它們是在行2.4GHz 現在我將這一部的燈關掉它 同樣關掉它 開了風扇 一樣開最大風 然後我將它右旋轉 大家看看膠袋的效果 會如何 我用一個風力而測試過 這個風力去到大約3米距離 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家的樓底 不是說有10呎以上高 一般來說是8呎至9呎半之間 它的風力、光度 一個100-140平方斤的空間 就絕對夠用了 當然 如果你覺得這樣試 都拿不到感覺 當然歡迎你來到我們灣仔指示 一家的實體陳列室 親自感受 我又會在這裡慢慢講解給你聽 以及講一個邏輯給你知道 各位朋友 是不是很好奇 為什麼我會用1米和1.5米這個距離 做這個測試呢 其實我是模擬 假設家裡的樓底是2.44米 即是8呎高 1米大概就去到我們的空部 去到頭部之間的距離 因為我們家裡多數都是坐在這裡 至於由地面到1.5米的距離後 就是一般站在這裡 空部去到頭部之間的距離 我現在又站一下 站一下 出鏡頭 用這個方法表述給大家知道 當你坐在那裡 和站在那裡 會感受到風力的感覺是如何 假設你又準備將產品放在睡房 你躺在床 大概可以知道風力 和你的距離感是多少 因為每一個人對風的感覺都不一樣 所以產品就由第六速最大 可以到第一速最大 調節它的風力 迎合你的需要 所以我經常跟客人說 我並不是好像外面某些銷售人員 一般般搬置過子 把官方資料讀給你聽 而是利用實際的情況 用科學的理論 去令你更加容易明白 理解產品是否適合你用 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有賴於這二十年來 累積超過五萬名以上的客人 溝通交流 然後得知不同類型客人的要求 所累積回來的實際銷售經驗 如果各位朋友喜歡以上 英國品牌 風力的感覺 操作產品方法 以及如何清潔風扇頁的影片 記得給個like 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 有問題想查詢 也可以在影片下留言 或者Whatsapp 9205383日 向我們的客戶服務同志查詢 他們就會盡快回覆你的 當然也歡迎你在購買產品之前 親自來到我們灣仔紫次一家的實體陳列室 親自感受產品的光度和風力 另外提提大家 在灣仔紫次一家的陳列室裡面 安裝了超過一百七十支不同類型 不同品牌的天花風扇產品 其實還有一千款的燈 這樣說全港最多 真的不來買都要來看看 臭氣點也說一句 逢星期五休息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你看它多厲害 好啦 拜拜